好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除了澎湃之外呢 還有請到三位講師 可能要請你們幫忙移動一下椅子到中間 對 然後我先一一介紹一下 要先從我講 我是這個論壇session的主持人 我叫做梗露 然後露露 然後之前就是我們的基金會 我在一個基金會叫開放文化基金會工作 然後我們也是從之前就一直有在推動 開放政府相關的事情 那其實之前推動的部分呢 除了是在台灣進行盤點之外 我們也就是從2016年巴黎的OGP Summit 開始就有參加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我們有出版一本 2014到2011有台灣開放政府整體的 從民間角度整體的盤點和觀察報告 來分析說台灣在過去開放政府做的狀況 民間是怎麼想 那這本書的作者呢就在這裡 也就是剛才上一場的講師 然後所以我們會請曾博宇待會 可能會針對民間觀察台灣開放政府 其實從2014年就開始投入 2014 2015開始投入至今的觀察 那只是剛才其實在slido裡面就已經有人詢問說 請問就是2016年之後還有出版下一版本嗎 那目前是還沒有 因為我們雖然民間有想要繼續做這個研究 但如果要做寫這樣報告呢 可能就不會從比如說政府的標案的資金開始獲得fonding 所以我們就是其實都有在規劃 那就是希望接下來有機會可以把2017到2020之類的報告也把它完成這樣子 然後下一位我們是歡迎就是唐鳳鎮偉辦公室 然後也就是PDES的成員賴智祥 然後他其實從那個唐鎮偉2016開始成為數位鎮偉之後 他就一直有在他的辦公室 然後接觸協調這整套 之前其實就已經建立的PO就是開放政府聯絡人系統 那這部分他可能待會如果大家有疑問他可以解釋得更詳細 那下面有一位我要介紹很特別的是蔡婉梅科長 然後他之前有一年時間是在唐鎮偉辦公室 專門進行國際的交流 那他其實是從外交部出身的 然後他現在是外交部國際組織司 然後亞太合作經濟合作科的科長 所以其實關於說我們一直不論提到說 為什麼我們要用OGP來帶整個台灣的開放政府 其實這跟整個國際的串聯還有我們在國際上可以爭取到什麼樣的曝光 還有怎麼樣可以讓各位的成果成為國際上一個很好交流的資訊 其實這都會跟國際的串聯有關這樣子 那其實剛才就是彭博那邊有一直提到說 我們東亞的部分其實參加OGP的國家不多 然後早一點講是有提到 那其實我們這幾次去參加OGP Summit都會碰到很有趣 第一個他們就會說台灣現在參加已經提到第幾輪的國家行動方案 然後他們就說我們還不是會員 他說什麼什麼我以為台灣已經在OGP很久了 然後第二個他們就會問說那日本怎麼沒有來參加OGP 我想說幹嘛要為台灣日本沒有來參加 就是等於他們就 現在其實我們台灣之前在參加很多國際會 就變成一個東亞他們溝通資訊相關的窗口 那我覺得也是因為台灣其實做了很多努力 不管是自己政府已經有的成果 或者是民間和工部門其實都有對外在推動 那在其實他們除了有準備一些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也會想先問問看 就是因為我們從早上講到現在都一直有提到OGP 還有不斷零星的講到我們這整個過程 那其實不論是在各個推動環節 可能也都已經有跟各位的業務或曾經知道的相關事情有關 所以是想先問問看說大家有沒有對於說台灣在推動整個開放政府的過程當中 你們有什麼哪邊的環節是想要知道更仔細的 或是有特別的疑問然後這邊也想先鼓勵大家看有沒有先提出 或是要寫在slido上面也可以 slido的那個在旁邊然後你們翻到你們就是今天教材手冊 就是在講師介紹後面那一頁也有slido的那個 QR code可以直接掃也可以直接在裡面提問 對那目前因為目前是剛才有先回答開放政府觀察 我們把民間的開放政府觀察報告目前還沒有明確的下一個事程這樣子 好就哈囉大家好我是賴之翔你們就繼續低著頭滑slido沒關係 好那因為大家滑slido或者是想題目問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所以在大家開始想題目問之前呢我先簡單跟大家閒聊一下 因為我相信今天大家上一整天的課 那現在已經四點多快五點了大家都很累 對那先講個無關的故事好了 我太太她是念中文研究所的然後她的碩士論文寫的是道夾 然後我們就很閒的閒聊的時候我會問她到底什麼是道 你可以兩句話告訴我嗎 然後她就說道就是你抬頭看上面會有一團糊糊的那個東西就是道 對她給我一個非常奇怪的答案 然後我聽完之後一頭霧水 好那我說這個故事並不是要跟大家解釋什麼是道 我覺得今天大家在這邊聽完開放政府聽完OGP 然後透過一些很fancy的方式跟大家做互動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特別是公務同仁 可能還是覺得說跟我的距離跟我的日常工作有一點點遠 那我坐在這裡作為一個基層的公務員 對我是承辦人等級的我不是檢任館 然後我在唐鳳辦公室推開放政府推了超過四年 那之前在座其實有一些是開放政府聯絡人是PO 那其實很多PO回到部會裡面都會很疑惑的是說 我們開放政府就是好像很冠冕堂皇啊 有很多很厲害的理想啊講信任講公司協作 可是我回到我的辦公室以後 我每天在處理的就是一直進來的公文 我公文要預期了我要趕快簽上去 我要找誰來公司協力我要跟誰合作 我要信任誰 這實在是距離我的工作太遠了 所以其實今天如果大家想問問題的話 特別是公務同仁 其實我很鼓勵你們問的問題是針對 今天講的那些高大上像一個什麼是道 什麼是一團雲在頭上的那個東西 到底怎麼落實在我們實際上 每天公務員的工作內容裡面 那我今天是帶著80個曾經唐鳳辦公室 跟各部會合作的實際案例來 比如說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跟民間做了很多的合作 那那個合作的成果是什麼 那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跟不同層級的公務員合作 那合作完之後這些公務員員 到底有沒有更信任彼此 或者是更信任民眾 或者是民眾反過來有沒有更信任我們 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待會兒 如果大家有問到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我可以幫忙做回答 這是先宣告一下我今天的守備範圍 那晚美這邊有沒有要說一下的 大家好 我因為是借調到唐政委辦公室一年 幫忙做那個開放政府的外交 現在又回到外交部又一年過去 所以我分享的角度會比較以幫助台灣走出國際 然後透過的角度當然是今天的主題 開放政府的角度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當然像剛剛那個彭博說的 其實做開放政府是一個在場應該都有感同身受 是對公務員來講有一點痛苦 因為我們都是被要求要去寫資料開放資料 然後一直填表格一直做會整 還是填表格還是做會整 一直填表格一直做會整 然後上傳到網站上面 我們統計出來的資料好像很棒是第一名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那個資料是怎麼算出來的 我們為什麼可以拿到第一名 都是各位的血淚啊 都是每個人在加班填會整填出來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比如說財政部 外交部 或者是衛福部好了 我們在填性別參與的時候 你是怎麼填的 你的標準跟別人的標準就不一樣了 你計算的方式跟別人計算的方式也不一樣 那你每天在辦公桌前面填得很痛苦的時候 你曾經有沒有想過 我填這些最後就是交件 比如說給行政院姓評處去統計而已 他到底還有什麼用 我填了之後是誰在看 民間看得到嗎 他讀起來感覺如何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棒棒 還是說 我也就這樣稀疑糊塗配合填進去了 然後我看到我們統計出來 我們開放程度是第一名 我魚泳榮焉 相信大家應該感覺都很淡嘛 對不對 就是覺得說 就這支照張辦事填表而已 那為什麼要走出國際參與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要跟國際接軌 我不希望以後我再填的表格 只是為了要交差 只是為了讓行政院去統計 只是為了自己算出來 在全球評比是第一名 我們外交部想要的理想 是我真的填的格式 跟我計算的標準 跟別人看待你的眼光 是在同一個水平上 我們是on the same page 這樣你平常的血汗才有意義啊 不然我都填一些交差的東西 填了之後就交給立法院 交給行政院會者 然後就沒了 這個是外交部其實做得滿痛苦的 就是我們一直在國際上被拒絕 可是我們又知道我們不能落後於國際 否則其實我們身邊每一個夥伴公務員在做的事情 成效都只有一%而已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跟國際是接軌的話 你填出來的東西 你開放出來的資料 是國際間也讀得懂 國際間也看得到的 你的效益是原本的多少倍 這是外交部一直在背後想要推著大家前進 可是外交部通常也常常被大家討厭 因為真正執行的不是外交部 外交部是在前面幫大家衝 幫大家爭取機會 可是真正要去落實 把資料開放出來 或是把政策寫出來的 還是仰賴各部會的夥伴 那在這樣的折衝之下 開放政府它可以是 一個走向國際的理由 那各部會之間的合作跟衝突也是一樣 在其他的議題裡面 譬如說我們要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要參加國際行政組織 Interpol 每一個不同的專業議題 外交部跟各部會之間都有折衝跟衝突也有合作 那開放政府在今天的議題來講 也是一樣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認為 其實應該大家會有一樣的理想 就是說台灣不能落後於國際 我們應該要讓自己做的事情有更大的效益 在這一件認同 我相信大家不會有別的意見 只是說在達成的過程中 也許各部會可以讓外交部有更好的想法 或策略可以讓台灣真的加入這個組織 有什麼管道有什麼Niche是需要大家提供檢驗的 這是目前大概初步的分享 我直接回答SIDO上的問題好了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一個小時 好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大家都問好棒的問題 我很興奮 要掃一下嗎 講師來掃一下 我覺得大家問好棒的問題 就真的很讚 我想先回答 然後這題有點難回答 因為他把它定義到2016年之後 我寫的報告是14到16年 所以有點尷尬 但是我想先回答說 因為16年到現在 其實又經過好幾個cycle 應該有更多更明確的 這個執行 被執行的政策 可是我覺得 至少我在寫14到16年的那個報告的時候 檢視了很多 台灣在做開放政府的努力 然後跟 還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有幾個滿明確的 比如說 我覺得Join平台 我不知道各位公務員們 對在座的基層公務員 對Join平台是什麼感受 是又愛又恨 還是就很討厭 還是就增加大家很多困擾 我不確定 但是我必須說 就是至少我在寫那份報告的時候 Join平台上面其實就發生很多有機的報告 變化是非常有趣的 比如說 月亮杯相關的法案 在這上面 因為Join平台的關係 所以開始有了一些法規上面的調整 這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而且 這是一個拿去國際上說 拿去OGP 都是 都是 讓大家哇 的結果 我覺得可能 這個要回應到下面 有一個人問為什麼菲律賓可以成為會員國 是跟政治關係有關係嗎 其實不是 因為OGP它不是評比 它不是考試 它不是說 你要達到這個程度的開放 你才可以加入 它不是這樣 它是要幫忙大家開放 因為世界上很多國家 其實坦白說台灣目前開放政府的狀態 已經比世界上很多國家還要好非常多 我們現在的狀態放到OGP的大會裡面 我們報告的案例所有人都覺得 哇台灣好棒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我們覺得 我們應該要用OGP的標準 然後 跟他們一樣的標準去制定這些計畫的關係 因為我們其實走在很多人的前面 走在很多國家的前面 可是OGP是幫助大家 幫助其他國家的大家 一起更開放 所以它其實是邀請政府部門 OGP會派人來看你們這個過程 然後它自己有一個cycle 明天找到你們第一堂課 就是會教這個部分 這個是無名選人都會跟大家分享 但它其實是一個 教大家怎麼用共創的方式 你如何跟民間一起 政府部門 你先上位子要先決定 哪些東西是我們這一次 這一個action plan要做的事情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滾動式的 不停的在做 我們第一季年度的前面兩年的action plan 我們想要做到哪些事情 可能我們先盤點 可能我們先做open data 哪些還不夠open 哪些問題 我們一步一步做 然後兩年兩年兩年 然後大家回來看 你的action plan有沒有做到 你做哪些事情 哪一步一步做 所以菲律賓不夠開放 對真的 它有很多東西 可能有很多問題 可是為什麼它可以加入在裡面 它曾經在那個時間點 政府有宣誓說我要加入 我要開始做這件事情 我要開始訂定更開放更參與 更包容更協力的這個機制政策 所以它被它加入裡面了 那它有沒有做得好呢 其實坦白說不只菲律賓 美國這幾年來也做得很差 然後他們其實有一個機制 是他們OGB會派人來 就是檢視你寫的工作計畫 你的action plan 你有沒有做到 那沒有做到的話 會給一個reflex 就是會說會警告這樣 然後OGB在大會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共視覺來大家一起譴責它 有點像Puff 有點像是這個霸凌吧 所以它就會說這個做得很不好這樣 可是在加拿大那一次OGB的年會的時候 其實就有被提出這個問題 美國、以色列、菲律賓還有墨西哥 都被reflex很多次 但他們都一直不改進 所以他們其實內部也在討論說 他們可以用什麼機制 讓這些國家 就我講說我要這樣開放 我提了1、2、3、5、6、7、8個計畫 結果我都沒做到 那到底有什麼可以約束他的方法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內部也在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菲律賓越來越集權 他為什麼可以加入 那他曾經在有一個時候 是有想要往這個方向走的 你要補充什麼嗎 好 你有什麼想要回答的嗎 好 在我回答之前我想提醒一件事 就是我們在坐在前面的有三個人 然後時間也不是很長 所以大家覺得很棒的題目 請盡量按讚 推到前面的我們會優先回答 對 然後我想回幾個 我在我手臂範圍內的 第一個是在疫情的部分 在開放政府有沒有造成什麼長期的影響 那在疫情過後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其實我想要把這題的題目 拉得更長更遠一點 當時唐鳳入閣的時候 我們在一開始曾經討論過說 他入閣說他是數位政委 他想要退開放政府 那他覺得會成功嗎 那他給我們的答案是一半一半 對 他沒有很十足的把握說 這件事情一定會成功 那我們也討論過說 那你覺得需要多長的時間 他給我們的答案也是非常保守的 他覺得需要一個世代的時間 那一個世代也許是10年 也許是15年我不知道 但原則上為什麼答案會是這麼長 而且又回到我剛才一開始講 好像有一團雲在頭上 那雲到底是什麼 應該這樣說 當我們談信任 當我們希望民眾跟公部門 一起來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的時候 那他就需要一個公文化上的改變 每一個基層的承辦同仁在處理他的工作的時候 當然他同時會面臨兩件事情 一個是這個公文在我手上 我什麼時候可以把它截掉 第二個是我怎麼樣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那這兩件事情說不定是不衝突的 但如果以政府機關這麼龐大的組織 這麼多的同仁在處理不同的工作的時候 他就需要時間慢慢的一個一個去改變 那第二個是為什麼推動開放政府 我們強調信任 而不是今天有一個人當很大的官 他是政務委員 他可不可以頒一個規定說以後 某個部會每天都要做幾個開放政府的 什麼公民參與的會議 然後一年下來做50個 這樣大家政績都很漂亮 這樣不是很好嗎 可是當這樣子做 第一個沒有人會拿到信任 沒有人會真的是發自內心 尊重每一個公務同仁的意願說 我願意這樣做 然後我敞開心胸 然後跟我有來往的民眾合作 我簡單舉個例子 我們在外面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很常講一個例子 是財政部在2016年那時候 有一個狀況是報稅軟體 他那一年大當機 然後大當機當天馬上修好之後 過了兩天有一個網友在網路上罵說 報稅軟體超級難用 然後那時候因為財政部 覺得他們那一年不能再出錯了 他們非常謹慎地處理這件事 可是如果是傳統的公部門 或者是沒有受過 開放政府訓練的朋友 他可能就是發一個新聞稿 然後或者是開個記者會 跟所有人說 這東西我們會改好 然後歡迎大家提供建言 可是你知道這樣子的信任 會堅立不起來 所有的民眾都覺得 你就是在講官話 那所有的公務員都覺得 我這件東西辦了發了 有錢了 所以當時財政部的做法很簡單 他是在網路上 那個討論串一百多個留言 一個一個去回 告訴他說 你們的聲音財政部聽到了 邀請你們幾位幾號來財政部開會 我們面對面談一次 我想知道你到底為什麼覺得我們做得不好 那這對雙方都有好處 第一個是願意來講的人 他真的很關心這件事 第二個是對財政部來說 其實他聽到一個他從來沒聽過的聲音 因為抱怨報稅軟體很爛的那個人 他因為使用的是Mac電腦 那所以對Mac電腦來講 報稅軟體非常的不好用 可是大部分使用Windows電腦的朋友 他其實一直按下一步 說不定五分鐘就報好稅了 那財政部每年在看他的 報稅軟體的滿意度調查的時候 他都會發現九成的人都說我很好啊 因為用Mac的人本來就比較少 所以他很少聽到有人抱怨報稅軟體不好 那在這樣子溝通跟合作的過程當中 他就跟基層同仁跟外界的民眾 他就產生了一個連結 那他知道了 公部門知道了 他從來不知道的是 原來有一批人 永遠都覺得報稅軟體很難用 是因為他們的作業系統的關係 那願意來的那個同仁 他後來跟財政部有長期的合作 因為他剛好就是一個很熟悉 軟體介面的服務設計師 那對財政部來講 他跟民間做一個完整的合作 那每年都採用新的方式 去做報稅軟體的改版 那我覺得這樣的案例 其實是很適合 讓各公部門的朋友知道說 不見得是很重要的例子 但是我們可以從很小的一個系統 或者是一個日常的工作開始 跟民眾有所接觸 那慢慢的建立起彼此的信任 我現在看到那個按讚數最多的是 政治人物對開放政府的態度如何 如果不在意的話 努力也是突然吧 沒錯的確是這樣 那其實今天講的OGP當年 也就是在2010年前後 當時美國還是歐巴馬總統時代 他的政治意志 他的理想推動而形成 產出的一個國際組織一個聯盟 他是在2010年前後 某一次聯合國大會的周邊一次的會議 大家決議要成立這樣子的聯盟 所以你說這個是不是政治人物的意志 他是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坐在這邊上課 他也是政治人物的意志 是蔡總統蘇院長還有唐鳳政委 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 他的確是政治人物的意志 沒有政治人物的意志 這個議題確實是很難推動 那因此我們在這邊上課 那如果他們不在意的話 確實努力會有一點突然 但是在這麼長久建立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OGP還是繼續在運作 代表他確實是有影響力有意義的 因為他很顯然是一條沒有辦法回頭的路 那對台灣而言 我們的政治人物為什麼又更需要 展現這樣的意志力 因為我們台灣生活 國際的處境非常的艱難 我們已經沒有本錢像北韓這樣子 當壞小孩 就是我必須要以使壞的方式 就是來請國際支持我 或是來找我談 因為他怕我做壞事 怕我發射飛彈 但是台灣其實已經自己發展得很好了 所以國際上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你已經夠厲害了 你自立自強 我其實好像可以不大需要理你 除非在真正很關鍵 我需要賺你的錢 我要你來買我的武器 買我的農產品 我才會主動去找你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 處在一個不上不下的狀態 所以常常要自立自強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們不夠壞 我們又不夠強 所以在外交上面 外交人員很辛苦的是在溝通 跟去找人幫你的時候 我們要比別的外交人員 花十倍以上的時間 常常一通電話 他們對口很固定的聯絡 電話講一通 人就見得到 問的問題就獲得回答 但是光是OGP跟大家分享 我們從墨西哥那一年推到現在 還是進不去 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悲哀 因為我們在做開放政府 其實最大的敵人不在裡面 他也沒有本錢在裡面 他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跟我們鬥開放政府 為什麼我們還是進不去 因為他當年其實是歐巴馬總統 在聯合國一次周邊的會議題的倡議 所以大家很自然而然會覺得 他是聯合國體系的一部分 可是其實他並不是他沒有這麼嚴格 可是其他國家因為會礙於對岸的威脅 他不見得口頭上敢支持你 他其實我們民間代表台灣 去參加OGP的會議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的歡迎台灣 肯定台灣 你只要一做分享 大家都會發現我們一直是跑在前面的 那他們也會覺得很奇怪 台灣為什麼不是OGP的會員 但實際上就是沒有辦法試 而且OGP這個國際組織蠻特別的組成 是他的職委會裡面有11席官方 11席民間 也就是說他的力量其實有一半是民間的 民間的那一半全部都支持台灣 但是官方的那一半11席 大家心裡都支持 可是大家嘴巴都不敢說 那還有一個大家會想說 那我們最大的盟友美國跑哪裡去了 因為當時歐巴馬總統時代的時候 我們的希望也許高一點點 但不幸的是剛剛這個問題是說 政治人物的意志 他們換了政府之後 他們的priority不再開放政府了 也就是因此為什麼剛剛有朋友說 美國政府的承諾跟開放政府的行動方案 不及格被那個聯盟貼上紅旗子 叫他們要改進 因為現在他暫時不是美國政府的優先 所以他的政治意志已經慢慢在削減 但是在當年他是很強的 可是最近這幾年在溝通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會請美國幫忙 可以發現他自己慢慢意識到 他這個川普政府上台之後 他慢慢的吻下來之後 雖然說現在要選舉了 另當辯論 但是在前一陣子 他自己慢慢有意識到 的確這條路是該做的 所以他們有回過神來 要想修他們的國家開放政府行動方案 所以的確是政治人物的意志非常重要 那這個部分外交部要處理的就是 我們要把握政治人物的意志 當你看見這11個會員的政治人物 的確是在這個浪頭上很支持開放政府的時候 那就會給外交部一線希望 我們就會去抓住他 會請他支持我們加入 那另外有一個朋友是問說 地方政府有沒有在推OGP 其實是有的 我們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台北市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自己覺得可以做的 開放政府的計劃 那在OGP這個國際組織裡面 台灣也非常的可惜 因為外交部這邊曾經推案 問說那好吧 如果國家這麼敏感 不能用台灣民意加入 你可不可以先讓我地方市政府先加入 或是民間的團體先加入變成會員 很可惜的是他們還是說不行 要先以國家加入為前提 地方政府才可以加入變成地方政府的會員 那民間組織也可以加入變成民間組織的會員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被卡在國際定位上面 這是非常可惜的事 但是其實地方政府已經有在做了 那我們現在在寫的這個國家行動方案 其實也有involve地方政府的參與 目前大概是這些 好我也想說我覺得政治人物 對開放政府的態度非常非常重要 在Action Plan擬定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一步驟就是政治人物 尤其是最上位的人 他對開放政府的了解跟 了解跟他想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對他的動機 他的motivation有多高 所以其實坦白說 在看到參與者名單的時候 今天來了非常多人 然後我非常開心有這麼多公務員來 可是我其實很難過是我沒有看到 一些更高層級的政治人物 這樣 這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部分的確是未來MSF 然後台灣開放政府 我們要持續去努力的部分 我覺得要找一些更高層級的部長 所謂來花很多時間來了解開放政府 是什麼必然是件很困難的事情 但如果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他就必須要做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做不夠的地方 然後這的確是未來要繼續努力的 不能讓基層公務員的努力成為突然 這是很重要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剛剛現在第二個問題 講說假設群眾 智慧產生結果與專家意見有很大的落差 具體如何處理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的真的是太好了 這也是為什麼要共創 就是因為你不其實不應該是把 這是為什麼公聽會不是共創 因為你不應該把專家會議跟公聽會 就是民間可以參與的分開 因為你就會有這個很大的落差 你可以先開專家會議 然後把專家會議帶到公聽會 然後再進行討論 可是那個公聽會或共創式的討論 就應該要涵蓋專家 專家也是你的stakeholder之一 讓這些討論有機會可以融合 而不是把人分成一群一群一群 當你把人分成一群一群沒有真正的co-creation 沒有真正的co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產生有這樣子的落差 那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問的超棒 我覺得等下其他講者應該也會想要來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民眾真的有辦法給好的意見嗎 其實給好的意見也是要練習的 也應該要辦一個開放政府培立工作法法 想要給意見的民眾 因為給出有建設性的建議 他首先必須要well-informed 他首先要必須知道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你們平常公務的內容涵蓋哪些 政策制定的流程是什麼 他才有辦法給好的有建設性的意見 不然他就會從完全使用者的角度 不知道你們做什麼 不知道這件事情怎麼來 我就隨便丟我想要的 然後漫天的許願 就沒辦法有一個很好的co-creation 共創的過程出現 所以所有不管是公民舍應還是共創 或是我們一起開放政府公司協力這件事情 都要建立在兩邊都要充分的知情 你們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然後你們想知道他們怎麼想 他們必須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他們才可以提供有建設性的建議 所以的確沒錯公民 如果你接觸到民眾都只會 申訴跟抱怨或是責備公務員 那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被 他們沒有被informed 他們沒有知情 他們很難提供有建設性的建議 那這不是你們的問題 但我們需要 我們的確缺少一個環節 是讓公民也可以給出 很好有建設性的建議的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問的超棒 就是但這個我覺得我可能沒有很有資格回答 可能等一下要請兩位來回答 就是說有什麼誘因可以激勵基層公務員投入 我覺得這超重要 我自己的理解是這樣 但我覺得兩位可能 等一下我們可以交換一下更多的意見 我自己理解是在我的想像裡面 開放政府是整個過程 因為我現在是開放國會的民間委員MSF之一 我覺得這個過程應該是要讓 這個是很痛苦的過程 對所有公務員都是 然後對所有委員們也都是 很煩一直開會 可是這個過程 這個流程建立之後 他應該是要讓所有公務員的工作變得簡單 他應該是建立一個流程 讓你們的工作變得簡單 如果他們只是讓你們工作變得更複雜 並沒有變得更簡單的話 他並不一定是一個好的流程 他應該是這樣 我想像中的是這樣 可是我目前的狀態 有沒有辦法達成這樣 我覺得好像是打一個問號 對不對 所以這個的確就是我們可以 共創一些來討論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 問的超棒的問題 是決策品質來自 廣泛討論意見溝通積累 為什麼次次收到新增議題決議是10月底 這我覺得我很超棒 超關鍵 就是共創有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要去問這種問題 為什麼你的agenda setting 是這樣的setting 對吧 因為顯然各位參與的過程 也沒有在一開始的時候被納入進來 我們都是agenda被setting 你議程已經訂好了 流程已經訂好之後 大家才參與在裡面 的確時間是不夠的 這個都部分完全同意 可是我們如何在跟MSF 或是跟國發會在溝通 讓這個流程可以拉長 不過不管這個流程是不是這樣設定 對大家可能會有很大的 但是我覺得 有一些值得被提出來 然後被認知到的事情是 開放政府OGP的這個action plan 它是滾動式的 所以你在一開始的目標設定 可以不用設定到說 我就是要完成一個很大的 比如說你現在不可能在10月底前提出 我要做一個join平台 這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可以說我要朝這個目標去前進 創造一個平台 那我們可以先做意見的收集 類似這樣 因為它是可以滾動式 你可以說我到6月的時候 我要完成意見的收集 6月之後我要開始做什麼東西 所以你不用這麼急著 要在10月前 這我的任職 把這件事情全部完成 但這個議程設定真的是太常做 我完全同意要去做更多分享 哪一些聽聞 因為剛才講到民間委員的部分 就是其實 因為我現在是正式成為OGP民間委員 但整件事情其實從去年好像就開始談 但就我聽別的國家分享經驗 其實就是第一次做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的時候 就是跌跌撞撞是很常發生的 因為其實是在過程中找到每個國家屬於自己適合的流程 雖然他已經訂出了很多綱要 那所以說第一年其實蠻多都是按照他的綱要 嘗試做看看 那可能會覺得做到現在來不及有一個環節 來不及討論 那可能就會做下去 或許可能會在第一年發生 那我們主要是想說之後要怎麼把這個經驗記錄下來 讓第二年做的時候不要再發生 可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然後另外其實裡面有提到很多就是 基層公務人員就是已經做得很辛苦了 那要怎麼用意然後可以怎麼做 那其實還有民眾的很常都是抱怨 我覺得其實是因為現在可能政府跟民眾對話設計的管道 很常都是用申訴來處理 就是大家很習慣是申訴 可是如果像我們就是從去年就一直在跟各部會開那個 有關開放這種方案 就會覺得這是第一線的公務機關人員實在也太辛苦了吧 因為很多問題我們在現場講他回答之後我們才知道他的難處 可是這個他可能沒有辦法跟很多民眾講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怎麼樣製造更多溝通管 然後讓關心的民眾可以來幫忙解決問題 那其實對我來說我其實今天也有想要提問 尤其是比如說不能對晚媒或自想或現場的人 就是比如說我們在想說要做開放政府的時候 其實我們第一個擔心的就是會不會增加過多的壓力 和無法處理的業務給要執行的公務部門夥伴 可是這個在一開始我們其實是很難去設想 因為我們都還在彼此可能不太確定不太了解的狀態 但是照理來說以開放政府和開放資料的流程 目的是想要幫大家減輕負擔 就像剛剛我還沒提到的為什麼大家統計 就現在這一條其實不歸入就是一定資料都要數位化 可是如果你不再一開始就規定好性別的資料 比如說你要寫男女你要寫F還是M 你要寫female還male 如果這個都沒有統計或者規定出來 他之後只是會徒徵大家不斷不斷重複整理資料 重複做事的狀況 所以其實像剛剛大家都有提到 在這個過程當中的一開始想必是一個 感覺頭上有一團雲或看不清楚 但是目標其實我們大家都是 就是有參與的人應該都是希望可以讓大家不要重複做工 因為可以引進科技引進數位平台 讓開放政府開放資料溝通的流程 未來是可以順暢 因為剛才除了提到了政治人物的意志 其實在跟國際交流之後 也有提到很多是第一線公部門人員的意志 因為當政府換人主導之後 很多國家開放政府還能夠hold住 是第一線公部門人員的意志 然後因為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不斷推動這個前進 然後才讓他們守住 他們平常工作上面希望達到的 和民眾希望達到的要求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意志 不論是政治人物或公部門工作人員 其實都很重要 好然後剛才有 我看一下 因為剛才有被推播到前面的幾個題目 好像還沒有講到 然後現在到最前面有請賴先生分享更多政府協作議題 其科場建議如何說服長官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實作 包括我覺得在場的一些NASF的民間委員 都會想要了解這一塊 好 我先就我的守備範圍簡單回憶一下幾個我想答的問題 第一個是 我接觸的民眾都只會申訴保障者被公務員 這真的有辦法給好建議嗎 所以我的建議其實不是 我們每天疲於分明的不停的在回憶 他寫的局長信 將部長信 像他又來罵我了 我又要寫一封罐頭訊息回給他然後結案 對 所以這同樣的答案是回到上一題是 對公務員的誘因是什麼 我認為做開放政府對公務員的誘因就是 你可以不用每天回一樣的被民眾被罵的東西 對當你做完一次完整的開放政府流程之後 我們過去的經驗是他會很明顯的降低某一些特定案子 經常被民眾抱怨的情況 對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經歷用來做更重要的事 那怎麼處理呢 一樣的道理 就是我們不是針對那些抱怨的民眾 然後問他們的意見 那他就是來罵人的他不會有好意見 那我們怎麼做 我們在一個特定的類似公聽會 那在我們辦公室稱為協作會議這樣的場合 那跟傳統的公聽會或者是說明會最大的不同是 我們透過議程的設計讓所有的人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 那什麼叫做所有的人 我舉個實例 比如說我們曾經處理過一個很特別的案子叫神豬案 那神豬案是有一些動物保護人士在網路上連署認為說 不應該強迫豬進食把它餵得很胖然後來當作比賽 這對豬來講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可是這在民眾的信仰裡面 它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宗教活動 對我今天我在我的村莊裡面沒有做好這件事 我明年一整年都很衰怎麼辦你要負責 對這個是宗教跟動物保護之間價值的衝突 可是如果今天是有公務同仁分別溝通 你希望動物保護我知道了 你希望維護你的宗教的信仰我知道了 然後我簽上去給長官 然後長官批可或不可 我們決定往哪一邊靠 然後不管往哪一邊靠 公務員都被罵到臭頭這很慘 所以這對我們來講 比較好的做法其實是把這些人全部找來 透過議程的設計大家暢所欲言的 然後動物保護那邊的朋友就會知道說 原來他們並不是想要虐待動物 他們是敬天愛神的精神 那另外一邊就說 原來他不是不讓我辦這個活動 他只是希望動物可以過得更好 那這兩個中間有沒有合併的選項 其實有吧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再不強迫 把豬餵食自然飼養的方式 來辦理神豬比賽 這是有解法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像是一個 家裡兩個小朋友在吵架 然後永遠都要跑來找爸爸媽媽說 爸爸他打我他也打我 你要做個裁判的時候 這件事情爸爸媽媽就會很難當 可是當你每次他們來吵架的時候 你就把兩個小朋友找到一起說 你們兩個自己討論出結果再跟我說 同樣的道理 我們就是在開放政府的過程當中 設計這樣的一個會議場所 讓所有人一起看到 所有的事情不是政府說了算 而是有這麼這麼這麼多不同的意見 政府反而是夾在中間 要考慮這麼多的意見 最後做決定的人 讓大家一起來理解說 如果你要罵人 如果誰反對你的意見 那個劍靶都不是承辦人自己 都不是政府 而是有其他不同意見的人 那些不同意見的人 他講的話有沒有道理 其實也有道理 那我聽到了 所以透過這樣的過程 協助承辦人不要再收到一直重複的 局長信箱 首長信箱 不同的人一直寫一樣的東西給你 然後所有的民眾可以聽到 其他人不同的聲音 而不是單向的 我罵政府 政府會給我 那我覺得這個是在開放政府上 協助公務同仁可以不要只單一向的 面對民眾的聲訴跟抱怨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給公務同仁 一個很重要的誘因 我覺得我做的事不是白宮 對我不是學佛西斯 那個一直推石頭上去 再掉下來的那個公務員 我做的不是白宮 我對我的工作就會有認同感 我就不會覺得我每天是一個 朝九晚五的行私走肉 我覺得這樣子才是最重要的誘因 而不只是神遷或其他的部分 那另外提到說怎麼樣讓長官明確的 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是有用的 那在PITES這邊 比較理論性的說法其實是 過去公部門在推動工作的時候 最早期在黨國體制之下 我們只要說服國會議員就好 那到了晚期媒體白話齊放 我們還要說服輿論 所以公部門長出了兩種人 一種叫做國會聯絡人 一種叫新聞聯絡人 那到了現在所有事情都反過來了 有一個東西在爆料公社爆開之後 然後媒體開始爆 媒體開始爆之後 國會開始質詢 所有的順序都反過來了 所以公部門需要一種聯絡人 叫做開放政府聯絡人 他必須學會怎麼去處理 不特定大眾的聲音 那從這邊的源頭開始處理之後 我們面對的新聞媒體 我們面對的國會質詢 相對的有可能會變得比較簡單 那同樣的我覺得這個社會 就像是一個鬥獸棋 最下層的老鼠 其實可以影響最上面的老虎 或是是大象 那怎麼做 其實我們說政治人物重不重視這件事情 他重視的其實是選票 那如果今天社會上的文化改變 大家很重視跟公部門的合作 那政治人物就會重視啊 那當然如同我一開始說 它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 絕對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搞定的事情 但我自己的認知 台灣確實有在朝這個方向在改變 雖然步驟很慢但都有 那再來是 有一個題目蠻有趣的 就是當官過了那麼爽 為什麼民眾還要花時間來參與 那同樣的 我覺得這題很棒的地方在於說 網路上有一個說法叫做 萬人響應一人到場 為什麼會萬人響應一人到場 因為我在睡覺之前滑手機 看到不開心的事 上網罵個兩句 我就倒頭就睡 明天醒來我就上班過我的生活 一切事情都跟我無關 可是今天如果你像財政部的那個開放政府 也有100篇留言一個一個去問 我們幾月幾號要開會 你要不要來的時候 會有幾個人來 會不會超過五個 不會 對因為大家有自己的生活要過 那真的會來的是什麼樣的人 很關心這件事情的人 覺得這件事情超重要 我一定要貢獻我一份心力的人 所以當你願意敞開心胸 跟民眾接觸的時候 會來的人通常不會是來鬧場的人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願意來跟公部門合作的這些人 他絕對是願意貢獻自己的精力 來參與這件事情 他非常關心 那所以他就不會有這種說 你當官當然那麼爽 你為什麼不能把事情做好 而是他覺得你做得不夠 但是我比你更懂 所以我來告訴你 公部門怎麼做會更好 謝謝 我可以就是以科長的角度來跟他分享 因為大家都知道科長這個位子 其實是中央部會最累的一個位子 是乘上其下的 那我要怎麼說服我的長官 其實我有一點點雜 就是我很會查眼觀色 可能是外交人員訓練 我會用很多很多方式 可能現在我說服不了他 可是我可能會在他心情好的時候 跟他聊天 植入他的腦袋裡面 或是說我在跟他更高的長官 在聊天的時候 我也會植入更高長官的腦袋 然後有一天 也許在開會的時候 長官可能會想說 我那天聽到誰誰誰講什麼 好像也不錯啊 那你的上一層長官 其實就會覺得不錯 你下面那一層講他不見得好 可是如果你有辦法洗腦 他更上一層長官 他可能某天聽到他會覺得好 還有什麼 他重視的對象的時候 你有機會接觸他 你也給他洗腦一下 當哪一天他們吃飯的時候 他又聽到 他一直聽到的時候 他就覺得好了 如果你自己單面跟他講 你抓不會時機 你不懂他喜歡聽什麼話 其實不用講開放政府 你做什麼其他案子都推不動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同理可證的問題 就是說不是公務員的問題 也不是長官的問題 是你有沒有溝通力跟說服力的問題 我們外交人每天都在做這種洗腦的練習 因為國家處境艱難 所以我們在海外 在國內都要想方設法去講 人家想聽的話 還要想方設法去說服 為什麼你應該要聽我的話 另外我一個最常用的是 就是溫和的威脅 意思就是告訴長官說 我從來不會指責長官說 這不做會怎樣 你會怎麼丟官帽 或者是會被怎樣 我從來不是這樣講的 我是從來不起衝突 但是我都是嘗試正面的告訴他說 這樣做有升官的機會 因為政治人物的意志在這邊 所以我會去找 符合我想要推的idea的國家政策 比如說這個開放政府 那我可能在說服了長官說 我會比如說 我會很巧妙的置入說 蔡總統在哪天講了什麼話 蘇院長在哪天講了什麼話 那他們各個政治人物的line 每天在推播其實有提到重要國家政策 其實都是跟開放政府有關的 所以就是這個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 純粹是在你能不能夠學習到你周邊 能夠用到的人脈還有講話的技巧 查顏觀色的能力 其實純粹只是查顏觀色的能力 這跟開放政府還有今天上課的議題 其實也不是完全連結在一起 純粹是你平常要說服你長官 你的能力夠不夠 另外還有就是 我會覺得說我們身為公務人員 其實可以不要讓自己壓力那麼大 你只要每天抱著一個心態說 我今天為這個僵固的體制改變了什麼 推動了一小步 其實我每天就很快樂了 甚至是我底下的科員覺得他很累 有時候他來找你聊天 你如果可以給他一點點人生的希望與啟發 雖然說我們還是沒有年終 然後一直不調對不對 但是你那個小小的快樂 其實你每天日積月累 你會慢慢的覺得其實公務員不是這麼的卑微 因為其實你接的一通電話 長官跟你講的一句話 你成功說服長官的一個念頭 你都有可能改變某個人的一生 我常常是這麼正面的鼓勵自己來 因為我們外交人員在海外常常做擠難救助 常常接到國人或是巨嬰來的電話 我們其實要鼓勵自己公務員員要有偵探的能力 就是說你在跟雕名溝通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真的雕 他只是單純不理解你講話的立場跟邏輯 如果你可以用同理性的方式引導他 慢慢的講出他真正想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他身上學到很多的東西 我們外交人員在海外面對擠難救助的時候 常常也是需要用同理性去測 他講的是謊話還是真的話 常常因此聊出了很多驚天動地的案件 你可以真的是可以偵破一些刑案 或是擄人綁架的 或是他精神病在哪裡遺失了 不見了爸媽要飛到國外去找他 真的是在做閃事 所以總歸而言 這是一種溝通跟說服的技巧 而且這個不是公人員才要有的 是你生而為人就該要有的 你要去追女朋友追老婆 說服你的小孩追說服你的爸媽 你都需要這種能力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在任何體制 不管是公體制私體制 你這個能力如果你一直覺得困難 你覺得沒有辦法說服你的同事 沒有辦法說服你的長官 其實你應該回過頭來檢視自己哪裡有問題 這是一個玩笑話 但是也是很認真的分享 所以雖然說不見得可以升官 可是當你告訴長官說 你做這件事情亮點在哪 你不做這件事情 有可能會發生什麼問題 他其實就知道了 這是我平常每天都要用的說服的技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不起 我講三句話就好 第一個是 有人跟我要很多實例 我貼了一個網址在最下面 有興趣看實例的直接興趣看 裡面有我們 將近80個案子的所有完整的紀錄 第二個是無法聚焦怎麼辦 很簡單 麻煩請你二級機關的PO 找霹靂絲去幫你們開協作會議 我們有一整套的流程 告訴你怎麼樣在混亂的情況中聚焦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 當辦開放政府會不會升官 那根據我們玩了四年的觀察 大部分的PO 在辦完一個很漂亮的協作會議之後 都升官了 哇 好務實喔 好 我想要先回答 就是說 糟糕 找不到 好 剛剛有個問題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機制 什麼收集資料聽證資訊公開 有一些SOP 這些跟公聽會研討會討論會有什麼差異 我想先講說 今天為什麼要用OGP的Action Plan 要找這麼多各種跨部會的人 來一起來參加這個陪敵工作坊 然後為什麼是有一個很上位者的角度 上位者的角度去講說 好 我們要全力推動這個 是因為OGP現在要推動這個流程 它就是一個跨部會 它是整體部門 我們在台南公聽會的研討會的時候 它很常是針對某一個很特定的議題 針對某一個政策去做這樣子的修改跟修正 可是我們今天在談OGP的時候 我們是講整個橫向的跨部會的如何建立一個更完整的機制 你要想像是我們把遊說法重新拿出來檢視一番 然後重新修法很類似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一是它是滾動式檢討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 二是它有可能會相較於研討會公聽會 這些它再更早發生前是整套的 整個政府部門重新開始 有點像PTS一直在推動文化上改變 我覺得OGP有一點想要 想要的東西是很類似的東西 所以它為什麼跟這些現行的不一樣 我覺得是本質上面的不同 然後所以就可以回答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裝腳的不來 當你的會議真的有影響力的時候 就它真的可以決定政策流程 它可以決定資源的分配的時候 裝腳就一定會來的 這就是2014年到2016年 我們在寫那個 我們在寫那個 叫什麼參與式預算的時候 當時一開始在做參與式預算 然後很多人在投入在裡面 做公民審議的時候 那時候都覺得裝腳都不來 可是之後發現參與式預算 真的可以有預算的時候 裝腳權都來了好不好 所以這個真的是只要有你們做的共創 是真正的共創 這些會議真的有產生改變 有影響力的時候 這些人就會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很多人提到說 當你的兩邊社會對立其實很嚴重 或是你的stakeholder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他們的意見很分歧的時候 溝通有溝可是沒有通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然後的確也很容易 在一些共創式的過程中 很容易造成跟產生 可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其實主要是做假訊息的研究 我現在的工作是做假訊息的研究 我們曾經試圖找統派跟獨派 韓粉跟韓黑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辨識假訊息 這是一個很小的project 一個很小的小的好有趣的實驗 其實我們發現他們到最後 不一定能夠理解彼此的看法 但他們真的不會達成共識嗎 其實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很棒 台灣人見面三分情 所以當他們坐下來 當你有一個誘因讓他們可以坐下來討論的時候 你那個社會意見的分歧 其實並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嚴重 很多時候並不見得是 他們相信的東西還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他們並不一定不能達成共識 或是並不一定不能同理對方 為什麼會這樣 他需要時間 他的確需要時間 可是這件事情不是做不到的 分歧不一定會更加加劇 這個要給大家一點信心 因為剩最後五分鐘 我先講一下 我這邊有看到沒有提到的問題 可是2017年後 我們好像就沒有再加入國際的相關評比 比如說之前有開放資料評比前幾年 然後公司的 公部門、私部門的NSF 有沒有預設條件 然後另外有提到說 平台上的複裔人數 就是提案的複裔人數可不可以增加 因為很常就是 提案過了 但提案的人又不來開會等等 然後還有就是 承諾事項表會希望怎麼呈現 這是我現在先看到 剛剛可能比較沒有提到 那我先講就是 公部門、私部門的NSF 有沒有預設條件 那這次第一輪 基本上都是先以可能過去有參加 OGP的人在做詢問 但是比如說像如果是開放國會那邊 他們就是有公開 向民眾募集誰想要來申請成為 NSF民間委員 所以其實應該是說 蠻多可以再接觸不同人的方式 可以去想 那比如說這次如果覺得哪裡沒有做到 就是真的寄下來 然後下次的NSF 可以怎麼樣再讓更多想要參與的人參加 好 那其他還有什麼想要回答的題目 像那個2017年之後 為什麼我們沒有在加國際評比 其實我好像不太知道為什麼 可能需要就是彭博士在現場的話 可能可以幫大家回答 好 那另外就是承諾事項表會希望怎麼呈現呢 那我想說明天可能有兩堂課會 比較詳細的講別的國家怎麼寫 他們的開放政府承諾事項 好 那最後幾分鐘可能再請三位補充這樣 其實我從借調到唐鳳政委辦公室 開始接觸社群的朋友 還有接觸開放政府這個概念之後 其實我同時也有學長解釋在研究政治學 跟公民參與的 其實他們曾經給過一個很悲觀的答案 也就是說 開放政府你講白了 其實它只是一個終身的教育 它不是什麼宏大、遠大的理想 你要達成什麼樣的目標 它其實你放成一個很平靜、很直觀的理念 它其實是終身的教育 小到你小孩子問你問題 你都可以持開放的態度 告訴他他該怎麼樣找答案 而不是一昧單向告訴他 答案是A而不是B 那你小到你平常跟你的同事在聊天的時候 其實也是這樣開放的態度 所以如果他用很悲觀的角度來講 他只是一個終身教育而已 那其實我會建議在座的同事夥伴們 今天上這堂課只要把這個精神 跟大家要分享的事情留在腦袋有一個印象 那你可以把它體現在你身邊做的任何的一件小事 包含你工作上你在寫公文 其實大家不要覺得寫公文一層一層的簽上去 是一件很累的事 因為我後來才理解這個是最有效率的事 因為你去看民間的企業 比如說台灣大哥大 或是中國信託 他們也都是用紙本一關一關簽上去 我曾經跟他們的企業界代表聊天說 你有沒有建議什麼有效的方式 你的部門之間有沒有開放資料 可以免去這些文書作業 答案是沒有 大家可以想像嗎 沒有 因為你這一關一關乘上去 其實你在你的reporting line裡面 就是在開放政府 因為你要把你的思緒寫成一個文案 告訴你的科長 告訴你的檢任級長官 因為你沒有辦法每一件事都開會 所以你的公文其實每一個公文 都是一個小小的眾人的智慧跟開放政府 當長官在批你的稿的時候 他再加諸 他覺得這樣會更好的意見 那其實裡面有一個朋友問到說 為什麼不能一次做到最好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每個人的智慧是有限的 這就是為什麼開放政府要集眾人的智慧 想辦法一步一步的做到最好 所以大家在過程中有沮喪跟挫折 是本來就會的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流程 其實並不是你想像中的沒有效率 只是我們希望透過開放跟分享資料的精神 讓效率更加提升 這是今天最後我想做的一個小節 謝謝 好 據說還有一分鐘 我想要回婆婆害死我那個案子 好 專門挑最有趣的案子來講 首先第一個 提案人不來的協作會議 我們開過很多場 第二個 立法委員本人來的協作會議 我們也開過很多場 然後第三個 找不到主管機關的協作會議 我們也開過很多場 所以結論是 如果你們的部會有遇到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問題 其實就是拜託你們POT到PITIS這邊 我們幫你們示範做一次 那後續大家就會知道怎麼做 那如果說對你們來講 真的實際上處理示範的案子 風險很大 怕做不好 怕做錯 那也可以找PITIS過去做教育訓練 我們的教育訓練 從三小時到兩天都做得出來 所以這個是大家的需求 那再來是 我針對找不到主辦機關這件事好了 我們曾經處理過一個案子 叫做台灣的時區改得跟日本一樣 對 那理由是因為說 這樣子大陸的人過來 他就要撥手錶 他就覺得他在出國 他就會覺得我們跟他是不同的國家 對 那為了處理這個案子 第一個 我們找不到任何一個機關 是主管時區的 沒有 對 我國沒有這樣的機關 那第二個 改時區這件事情 要從哪裡開始改 沒有人知道 那當時我們處理的方式很簡單 我們把各部會都找來 然後我們請各部會盤點 如果改時區會發生什麼事 那每個部會就主一的說明 如果財政部改時區他可能會怎麼樣 如果交通部改時區他可能會怎麼樣 他的飛機航班等等 對 各部會都提出了他們的 如果能做會發生什麼事的後果 那提案人那一邊他就覺得說 原來成本這麼高 那可見這可能不是個好點子 那同時當時在網路上爭議很大的是 也有另外五千人同時連署說 我不要改時區 對 那你知道這兩個案子 背後其實不是時區嗎 背後其實是統獨問題 對背後其實是統獨問題 但那一天的會議 我們兩邊的網友都找來 然後都開會 最後這兩個網友發生什麼事 他們彼此交換Facebook跟Line 然後成為朋友回家了 對 因為他們共同的理念 是希望台灣在國際上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對 他們都想要推廣台灣這個地方 至於背後的統獨問題 就在我們討論那個過程當中 到底付出多少成本 我們落入很實際的討論 如同今天的跟大家的座談 我一直的回答都是落到各位同仁的公務生涯裡面 每天會遇到的事情 或者是用我們家的小孩吵架當例子 我覺得只要你落到實際上的討論 大家的想像就不會那麼空泛 大家的想像不會那麼空泛 就有可能找到比較好的方法 以上謝謝 最後的 就我覺得 我覺得 這兩天的工作坊 可能對大家來說 還是會有很多 不是很確定該怎麼做 尤其是很多很務實的面向 那我覺得我們有很棒的PITES 在各位的部門裡面可以去詢問 然後 太多問題 我覺得很難直接下一個很棒的總結 但我覺得 如果今天大家經過一整天 有一點覺得開放政府 有一些可以嘗試的地方 有一些可以做的地方 有一些可以影響一點點的地方 我覺得那些一點點都是好的 我覺得在我們問 我覺得這很關鍵 開放政府到底對台灣有多好 會幫助我們之前 我覺得可以幫助你們什麼 可以讓你們感受到什麼 得到什麼 這才是最重要 而且最關鍵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們有任何的問題 想要再繼續問 都可以再寫信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 那個 今天的早上的課程就到這裡 那晚上就是講座 那就是其實身為主辦單位之一 然後民間委員 我只是覺得說 其實我們是一起來學習 開放政府要怎麼做 我像民間委員 也從來沒有做過開放政府 OGP的流程 那所以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就是對我來說 民間的人都是來學習和幫忙的 其實跟你們的角色應該是一樣的 並不是說 我們要告訴你們怎麼做 或你們要按照我們想的怎麼做 就是並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兩天 我也是期待 就是大家可以多提一些問題 我們會幫大家找答案 我會去問知道答案的人 好 那今天就 白天課程就到這裡結束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晚上還有比較輕鬆的交流講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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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